中国人的称呼 中国人一般不直接称呼长辈的名字 中国人有尊敬祖先的习俗 所以祖先和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称呼 不仅说或者写长辈的名字不可以的 连与长辈名字同音的字也最好不用 要不然会带来不幸 在中国晚辈称呼长辈时 一般应该用亲属称谓代替长辈的名字 比如叫爷爷奶奶叔叔等 这表现了亲近的关系 也有尊敬的意思 人们也常常这样来称呼别的长辈 如张爷爷、李叔叔、王阿姨 Question 1 中国人一般不直接称呼下面哪一个的名字 A 姐姐 B 弟弟 C 同学 D 妈妈 Question 2 中国人为什么不直接称呼祖先或长辈的名字 A 因为中国人尊敬祖先 B 因为中国人是年小的或职位低的人 C 谁主动都可以 D 作者没有说 Question 3 对中国人来说 下面哪个是可以做的 A 写长辈的名字 B 说长辈的名字 C 用长辈同音的名字 D 说晚辈的名字 Question 4 下面哪一个不是中国人晚辈称呼长辈的 A 爷爷 B 叔叔 C 弟弟 D 奶奶 Question 5 中国人认为用长辈的名字同音的字会怎么样 A 带来幸运 B 带来不幸 C 带来快乐 D 带来成功 Question 6 中国人怎么称呼别人的长辈 A 用亲属称谓 B 用名字 C 用姓 D 用职位 Now listen again 中国人的称呼 中国人一般不直接称呼长辈的名字 中国人有尊敬祖先的习俗 所以祖先和长辈的名字直接称呼 不仅说或者写长辈的名字不可以的 连与长辈名字同音的字也最好不用 要不然会带来不幸 在中国晚辈称呼长辈时 一般应该用亲属称谓 代替长辈的名字 比如叫爷爷 奶奶 叔叔等 这表现了亲近的关系 也有尊敬的意思 人们也常常这样来称呼别的长辈 如张爷爷 李叔叔 王阿姨 中国人一般不直接称呼下面哪一个的名字 A 姐姐 B 弟弟 C 同学 D 妈妈 Q 2 中国人为什么不直接称呼祖先或长辈长辈的名字 A 因为中国人尊敬祖先 B 因为中国人是年小的或职位低的人 C 谁主动都可以 D 作者没有说 Q 3 对中国人来说下面哪个是可以做的 A 写长辈的名字 B 说长辈的名字 C 用长辈同音的名字 D 说晚辈的名字 Q 4 下面哪一个不是中国人晚辈长辈的 A 爷爷 B 叔叔 C 弟弟 D 奶奶 Q 5 中国人认为用长辈的名字同音的字会怎么样 A 带来幸运 E 带来不幸 C 带来快乐 D 带来成功 Q 6 中国人怎么称呼别人的长辈 A 用亲属称谓 B 用名字 C 用姓 D 用直